我们现在来到六本木 东京六本木的Grand Haya 然后我们这次呢 非常幸运是深等套房 门一进来之后呢 是一个办公桌 办公桌的话 它这些香槟跟矿泉水呢 都是饭店提供的 Complementary 然后这边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 然后还有音响 咖啡机杯子茶叶等等 那个饮料是我们从贵宾室拿的 一个镜子 打开之后呢 上面是冰箱 冰箱是满的哦 所以这些都是要付费的 然后呢 再来旁边就是柜子 都是用推的 柜子就是 里面就是一些很基本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柜子 然后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呢 就是我们的living room 我们的客厅 OK 所以真的还蛮大的 而且呢风景挺好的 看一下 真的是很大 在东京给这么大的 真的是还不错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view 哇 所以我们现在在六本木 Grand Hyatt刚好是在六本木的 那个六本木 Hill的上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桌子 我还蛮喜欢的 可以在那边吃东西啊 看书等等 嗨阿宝请说嗨 那个门呢是厕所 然后我们看一下电视在中间 然后他给了很多complementary的东西 像这些小零食啊 全部都是饭店提供的都是免费的complementary 然后这边呢这个葡萄 哦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葡萄我以为是假的 结果是真的葡萄也太大了吧 你看 OMG阿宝要吃吗 我看看好吃吗 哇好像不错耶 然后这边还有view 哇好好吃的葡萄哦 好甜哦 哇 然后因为有音响 我们再进去我们的卧室 卧室呢 噢我们要了一个king size的床 然后因为我们有我们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呢 呃这个床啊给其中一个小朋友睡 他帮我们加了 那这边还有窗户 然后这些是 呃他知道我们有小朋友啊 所以有提供像 牙刷牙膏 还有一些 呃他们的浴服 就是像睡衣这样子 还有小拖鞋 我觉得HAYA啊在东京啊真的不错 我们之前住过ParkHAYA是博越 也是非常的贴心 非常体贴 然后这边有个电话是免持电话 然后这里好像是 好像是不是除石机 好像是除石机哦 嗯 从这个角度看啊 电视在这里 他整个空间都是open area开放式的 然后里面有个柜子 我们放了我们的行李箱 我们这次东京自住呢 带了大概两个大行李箱 OK所以他空间真的是很足够 一打开灯就会亮了 然后我们现在往厕所的地方看 OK 厕所呢有两个门 因为他厕所也超大的 这个门是从客厅通进来的 有一个放大镜 有一面圆镜子 然后好像是有电视是不是 Oh my goodness 好像有个小电视欸 然后还有体重剂 哦他的那个 延续用品都在这边哦 吹风机 哇给的还多哦 这个是化妆棉 Carton set shower cup Oh hairbrush 所以给的还很多 然后我们再看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浴室 对他这个是两个合并的哦 浴缸 还有浴室 那个冲澡的都在同个地方 所以冲完之后就可以马上 马上下去泡澡了 OK好体贴哦 然后厕所在这里 喔阿宝要用厕所 Oops 嗨阿宝 厕所也是免制的哦 看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所以真的还蛮大的 而且很舒适 他有健身房 因为我现在开始做运动 所以健身房呢 是不用付费 就是可以直接用 还不错 OK Alright 那我们要开始我们三个晚上 在六本木 Grand Haya的旅程了 O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拜拜